问题要出事了 ACD和ISD在这场比赛 全员跳到了P港 而且飞行落伞的速度几乎是一致的 要开始揉点了 全部选择了两个方区 这是局部的三打二和二打一 先拿了一把DBS 但是现在导师拿着一把手枪 在枪线上面 SE不占优啊 祖南被喷了 导师的一个罗利福 掏出一把手枪 直接把你击倒 很精准 要看队友 在ACD的这个落位上 明显可以看到局部是响三报一的 但是却倒在了ST的一个精准枪线之下 在进点ST的人数更加有优势 而且支援的速度很快 但是ACD的另外两人 本来大家一起跳的都是双层楼 反而是来到了远处去拉枪线 丁灯来说没有办法了 减什么就用什么 已经锁定了丁灯的位置 现在是三人抱团 其实在叮当没有架住过点的那一瞬间 他的脉搏已经停滞了 现在就看看有没有人给他用一下 起搏器 这个听到唐的一声 起搏器也没有用了 而另外一边ACD仅剩的队员是孟阳 孟阳在联盟当中也是非常强力的新秀 他赖以成名的绝招 就是一打一的对掏 在这样的一个批成以一敌刺 有没有机会呢 你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对于孟阳来说算好位置吗 怎么不算呢 他毕竟是可以架住对方的过点的呀 但是深圳SD也用烟雾弹来弥补了这个过点的危险 最后还是删枝 哎哟 这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